大家好,欢迎来到台语语球小课堂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说吊球 那根据落点跟目的的不同呢 吊球其实可以分为很多种 包括单打跟双打中的吊球也有点不太一样 那比方说呢,单打吊球的落点呢 通常是进两边边线 在发球线附近 甚至如果你可以吊在发球线之前的话呢 会更好,便于更大范围的去吊动对手 而双打的吊球落点呢 一般是两边边线和中路 然后相对于单打的吊球来说 双打的吊球呢,应该偏长一点重一点 因为如果双打中你的吊球太软 然后速度太慢的话 比较容易被对手抢推抢往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吊球呢 可能除了个别的收吊啊 或者是被动的 就特别被动的那种吊球以外呢 绝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的吊球都会用到这种包切的动作和滑板的动作 那么我们以右手持拍为例的话 当我们的目标是对方的右场区 我们都会用到这种包切的动作 当我们的目标是对方的左场区 就会用到滑板的动作 那这样做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去控制这个吊球的线路跟角度 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吊球落点更加精确 那动作呢,还是和高球一样 架拍,引拍 那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一段 高球的话,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加速发力 而吊球呢,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放慢这个速度啊 或者是加快速度 只要跟着身体的惯性自然往前送就可以了 那手臂跟手指呢,一定要放松 接触球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往前送一点 往前送一点,再去切 或者是做滑板的动作 那要注意啊,这里的重点就是 击球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往前送一点 要先把球往前送一点 再去切这个球 因为呢,这样可以减少这个球 对你球拍的冲击力 然后让你可以更好的去压住球 更好的去完成后面这个包裹球头的动作 如果你上来直接切的话 球比较容易飞掉 另外呢,就是手指一定要放松 根据击球点呢,击球位置去调整你的拍面跟角度 那最后击完球之后呢,还是自然收拍 没了解 对不到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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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几点就是 切球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平着切 或者就是竖着切 一定要包切 第二呢就是拍子还是要从后往前走直线 不要从外向内或者是从内向外 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光用手腕去控制这个球 要多结合手指的动作 去用手指调整拍面跟角度 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 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经验 在单打中啊 其实当我的击球点就是在头顶上方 甚至偏厚一点的时候呢 其实更容易打出高质量的吊球 就是那种比较贴网 然后速度又比较快的吊球 因为它能给我更多就是往前送 然后压住球的这个空间 能够更好的吸附跟缓冲 同时呢隐蔽性也更加强 当然不是让大家故意的去放慢 然后把击球点放在后面去打 只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就是一旦球过了你的头顶的时候呢 要意识到我有更多的选择 而不是只会打高远球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